喜歡吃開胃的陳醋花生 記得嘗嘗這個做法 四身酸酸甜甜又香脆 關鍵是做法簡單不上火 真的越吃越想吃 做餐前小食或者送粥送飯都沒得頂 老陳醋花生做法很簡單 首先有些新鮮的花生米 首先炸花生 不用放太多油 放一碗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開中小火 如果花生喜歡洗的話 一定要晾乾它 一碗油就炸兩碗花生 用中小火慢慢炸 一邊炸一邊攪拌 這樣不需要太多油都可以炸均勻 記得勤勵地攪拌 這樣不容易炸焦 如果你不勤勵攪拌 會出面焦了,裡面還未熟 炸到這種少許金黃的狀態就OK了 就將花生油分拿乾 餘溫會繼續逼焦一點 千萬不要炸焦 炸起來直接吃就很熱氣 這樣用老陳醋來浸泡 這是來自中國山西的手工老陳醋 零添加防護劑,零添加色素 配料表也很乾淨 這是真正純糧食釀造的醋 這個酸度是6度 平時我們吃的是4.5度 山西老陳醋特別純香 用來做涼拌或陳醋 雞腳陳醋、豬腳都很棒 這個醋的酸度比較高 我們放半碗就夠了 再放半碗頭醋 一大塊冰糖 吃得甜可以多加一些糖 想更香一點可以放一個八角 還有2個香菜筋 這樣熬出來的風味更加獨特 用小火慢慢把糖煮化 趁著把醋切一點配菜一起拌 這樣拌出來的口感更加清新 而且顏色漂亮很多 我很喜歡吃生洋蔥 再切些生洋蔥 在山西陳醋這樣熬一熬 直接拌會更加純和 不會只有一股酸味 好吃很多 熬到濃稠掛殼的狀態就OK了 放涼後再拌 像老陳醋真的很香 像這樣熬過的酸甜度也正確 像糖醋或陳醋雞腳也好 全部放涼後就開始拌 放花生 不怕多放生蒜片 洋蔥 青紅辣椒 撞一下色 再加些芫荽 把老草汁倒進去 再盡情拌均勻就好 一個浸至半碗的老陳醋花生就完成了 而且這樣拌出來的炸花生 一點也不會上火 用來招呼朋友或做餐前小食 都正得飞起 花生依然薄薄脆 又不会上火 这种做法 每粒花生都包着老陈醋 酸酸甜甜 即使房内依然很香脆 嗯 正啊 烧酒佬最爱 吃这么多月饼 吃老陈醋花生解释你了 哇 好像好正 真的凉拌花生吗 哇 哇 想不到陈醋酸花生这么好吃 这是山西老陈醋来的 即是你加了醋去 你也觉得它没那么热气 好开胃 真是正 这个真是奇马不异